上边脑花 然后里边给你盖满了肥肠 你就说这么一口 能不香吗 这就是一口吃一口 真的是解恨的那种 这玩意太香了 大家反正今儿要吃这店 我种草的最起码得半年了 在脚门这儿 我终于来了今天 综割炸鸡 但是呢 它这里边有一个巨牛的东西 然后我说过来看一眼 要一个您这儿脑花肥肠那个 这儿还是价格 再来就浇麻的那个 然后拿上烧木夹的那个 等于它这是有酱 然后在里边再加卤的肥肠 这肥肠也不少给 上边咱冒一脑花 这放得下吗 这有点出水芙蓉的感觉 上边脑花 然后里边给你盖满了肥肠 你就说这么一口 能不香吗 我先得着了 这你别含着红红的 但你感觉还有没有不辣 然后特别的香 这个烧饼是那种刚出锅烤制的 然后特别特别的 外壳有点酥酥的 那种酥壳的 再来一口这大脑花 哇 吃完它的口感就特别绵软 然后配合这个烧饼的酥劲 还有这个肥肠有点脆脆的感觉 它这个肥肠弄得特别干净 里边几乎是没有什么肥油的 这种东西吃得也真的太香了 这就是一口吃一口 真的是解恨的那种 有情提示 但是吃这个东西 千万千万不要穿白衣服 这玩意太香了 这个脑花全都掉下来了 所以我只能这样吃 它这个脑花真的特别特别的 有些形容词叫什么 叫绵密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绵密的脑花 最后一口 把这个肥肠脑花上门干掉 看这个鸡腿 特别让它给我多放了好多好多辣椒 外壳一看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酥的那种 它这个鸡腿卤得巨够味 然后外边这个紫然面和辣椒面 也是那种特别香的那种 它辣椒面并不辣 感觉像是那种 就是特别大粒的那种辣椒的味道 像是那种磨出来的 而且里边汁水特别多 它就是肉眼可见的那种水汪汪的感觉 然后特别特别嫩 我去 就这种外壳特别的酥脆 然后里边特别嫩的感觉 配合起来就感觉特别好 我这鸡腿真的一点毛病没有 它这种一丝一丝的这种鸡肉 就给你看起来是那种很嫩很嫩的 这个推着骨边这个姜特别脆特别酥 这个是它的那个椒麻鸡腿饼 这个鸡腿也特别特别的大个儿 然后上边是撒满了酱料的 里边的饼上是酱料 然后这个鸡里边应该也是那种提前腌制过的 它有点点姜麻鸡的口味 但是它没有那么的麻 然后回口又给你点甜的 混合上它的黑芝麻和白芝麻的味道 这好吃 吃到里边它就真的是有那种比较麻的感觉 但是非常适口 它并不是说麻到你舌头是麻木了 而是有一点点麻的香味特别特别适口 就是这个鸡里边的这个香味 它就一点没给抢走 这个鸡还保证了它原本的那种鸡汁味 就是那种鸡汁味特别香 就坐着一盒大鸡腿 一盒可乐 美 把这半个烧饼和半个鸡嘴吃完 那么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